如今的宽巷子是老成都生活的在线,在这条巷子中游览,能感受到老成都的风土人情和几乎要失传了的老成都的民俗生活场景。 窄巷子则基本是充满现代气息而不失典雅的餐厅、酒吧以及各具风情的工艺小店,主题繁多。 成都的宽窄巷子是在去年的512之后开街的一条一股一筋的街道,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实施适度的开发,这条巷子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戴维是位法国人,在窄巷子里开了一间原汁原味的法式餐厅,生意不错。 他第一次来成都是2007年的12月,那一刻他就决定留下来,并开创自己的事业。 戴维认为他的法式餐厅之所以经营的还不错,和中国民众对生活多样化的选择密不可分。 他说,过去在欧洲听到中国的发展评价非常多,但仅以游客的身份来到这里,是不足以体会到其中的实质的。 我常常给他们说过,我说如果你们欧洲人不再奴隶的话,几年后呢,中国要走到你们前面去。 入夜后,宽窄巷子呈现热闹的一面,新锐音乐人偶尔会出现在这里,引来无数的追随者。 Wordy是圈内知名的DJ,宽窄巷子给他的印象很特别。 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题目是《成都最中国》。 成都人并未因此受宠若惊,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历经两千多年而成名未改,城址未变的地方,成都算得上是唯一了。 朱成是一位职业公共雕塑艺术家,也参与了对宽窄巷子的修缮和改造。 他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宽窄巷子算是一个幸存者。 我们把它做了,尽管是很多商业的利用,但是我觉得利用和保护上面相应做得比较平衡,就是说不是过度的利用,或者不是过度的商业,他把文化和这种利用商业结合的比较好,其中而且存了很多这种文化的这种载体。 好,观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孟童,我是金强,再见,再见。